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是仇恨犯罪频频发生 对此 亚裔人要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成为了现在颇在眉睫的话题 在本期的一对一专家访谈中 我们就此展开讨论 那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著名律师张军先生 谢谢你 请我来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在您看来就是生活或者是职场当中 这个如何定义种族歧视 比如什么样的行为举止 或者是言语文字 被认为就是种族歧视呢 无论是在这个工作的场所 或者在任何其他的场所呢 这个其实美国的法律 大家也可能非常了解 就是美国它是一个 至少它的法律的层面 它是希望这个做到种族平等的 其实在这个很多的法律 美国关于仇恨犯罪的法律也好 这个反对种族歧视的这个角度来说 很多的法律其实非常明确的 就是不能因为你的肤色 语言 宗教 性别 性取向 或者是任何的就是这个 包括你的这个所谓country of origin 也就是你是从哪个国家来 那么就要有这个歧视 所以其实大家平时要多观察一下 一个当然就非常明显的 因为这个病毒 说你是这个比如说 说你是这个中国病毒 这当然毫无疑问它是歧视 甚至是牵涉到如果有暴力的行为 它是仇恨犯罪等等 但是实际上在工作的场所 在学校很多的时候 一个当然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这个歧视 那就不用说了 如果是平时有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是潜移默化的 比如说对你的这个观察 对你的眼神 跟你谈话的角度 对你的尊重的程度等等 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亚裔 更多的时候是选择了 就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是说反正只要这个 我的工作好 我的工作努力 或者我的这个成绩好 其他的部分就随他去 但是事实上你也知道 坦率说这次在亚特兰大 这六名的这个女性 当然有一名的是华裔 据报道 还有六名 还有五名的是韩裔 那他其实跟这个人 可能也都没有什么过节 但是问题是 他就就是因为你是亚裔 或者是你选择的 从事的这个工作 那么可能就是这个人不喜欢 你刚才提到的那个 旧金山的老太太 那他跟那个人 当然更加是不认识 那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这样的一个一些事件 虽然我觉得亚裔或者华裔受伤 甚至是不幸被夺取生命 当然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 但是如果通过这样一次事件 我们能够唤醒 我们很多的亚裔和华裔 就是以前很多时候 我们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 但是这次你看到 在全美各地的这种 示威抗议游行的维权 包括很多其他的族裔 包括非洲裔西语类的人士 犹太裔 很多美国的白人的主流 都来帮助我们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他不但唤醒了整个亚裔和华裔 他也唤醒了整个美国的社会 对于亚裔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 受到的种种的不公平的 或者是不公正的这种待遇 那么大家都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这样的唤醒运动 如果我们经过一段时间 大家保持这个力度 保持对这个事情的高度的关注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亚裔 对于我们华裔在美国争取到更好的生存空间 我觉得意义就非常重大了 那您觉得亚裔通过这一系列的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发声也好 然后通过各种的 比如说抗议啊 或者是表达自己的诉求 有没有可能将来推动 美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立法 事实上现在这个在美国的国会 那么也在进行着一些讨论 就是关于针对在疫情期间 整整这个所谓的这个仇恨的 犯罪的一些立法 那么事实上美国各个州 包括在亚特兰大 那么它在亚特兰大 当然是佐治亚州 佐治亚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并没有仇恨犯罪的条款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大家都非常了解 因为黑人这个弗洛伊德 那么不幸被警察这个暴力执法 那就失去了生命 然后美国国内掀起了 这个风气云涌的所谓的黑人的命 也是命 这个black life matters 这样的一场运动 所以佐治亚州 那么刚刚新鲜出炉的在去年 所谓的仇恨犯罪 那么这一次就是 这个对亚特兰大的枪击案的 这位枪手 那么最终是不是能对他 进行仇恨犯罪的起诉 当然警方和检方现在还在收集证据 那么同时另外一个令人可喜的现象 就是加州 当然加州是全美亚裔和华裔 最多的一个州 那么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州里面的检察长 那么被拜登总统提名 并且出任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长 所以他的这个职务的空缺 最终的加州州长纽森 那么也提名了一个菲律宾裔 当然也是亚裔的一位人士 那么来出任检察长 而他出任的时候 他自己就说了 他一定会把就是针对亚裔的这种仇恨犯罪 因为疫情把我们做成这个替罪羔羊 在这个部分呢 我相信至少他的表态 包括纽森州长的表态都是如此 那当然我们作为亚裔和华裔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主动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督促这个各个级别的各个层级的这些政治人物 那么不论是在立法的方面 在执法的方面 在这个很多的企业里面的企业文化的方面 那么要更加的关注我们亚裔的权益 那么一旦发生了对我们的仇恨犯罪 那我们当然要予以毫不留情的 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他们进行打击 那在您看来 这个如果亚裔 特别是华裔的一些女性或者是老人家 他遇到这种歧视 或者是这种暴力事件的话 他要怎么样来面对来保护自己 其实大家如果到各地的这个警察局 尤其是华人和亚裔聚集区的警察局 他们都有网站 网站里面都会告诉你说 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建议 比如说这个第一永远的 就是如果你能够使自己脱离这个危险的境遇 这个不要直接去对抗 这当然永远是首选 因为去执法当然不是你的责任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建议勇为 这当然非常可贵 但是那个确实不是你的责任 而且你也不专业 有的时候你还危及到自己 或者甚至是他人的生命 这是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计划 遇到你尽量回避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在高速工作上 你可能要回避 跟一些这个对你进行 不认识你的人 对你这个谩骂呀 逼中止啊等等 那你应该怎么办 你是跟他骂回去 还是说你尽快地脱离这个险阱 这是我认为就是之前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么比你临时发生事情的时候 这些想会比较好 如果发生枪击案了 那那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其实警察部门已经有很多的建议 我在在此也基本上是老生常谈 第一呢 你当然是首先你是要躲 是要逃避 那么第二呢 那么只有在你觉得安全的情况下 这时候你可能要打911 打911呢 你事先要想好 就是如果你打911 你准备跟人说什么 你怎么样帮助警方 尽快地为你解困 比如说你可能要说 这个枪手有几个人 枪手有没有武器 他的武器的型号是什么 长相是什么 等等这些你如果之前有一个 这个对策在紧急的时候 你可能应对起来就相对比较从容 那第三就是也有人问到 如果说你已经完全没办法 枪手就在你的面前 那你被迫要跟他进行搏斗 那这个时候 那你当然要拼尽的全力的去跟他搏斗 那我讲的这当然是在你所有其他的途径 都没有的情况下 那当然那个时候你就使用 所以这个法律里面有正当防卫 也就是当对你当你的生命的 你感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用致命的方法 但是我们的建议这个永远都不应当是你的首选 那所以您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可以运用正当防卫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安全 那正当防卫这个度要怎么样掌握 因为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你正当防卫一个不小心过头了 他可能就是防卫过当 所以就要负法律的责任 所以在您看来这个度 在正当防卫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把握 您问的问题问得非常好 你也知道是这个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当中 这个华裔买枪的热情一直是这个只声不减的原因 就是大家确实感到这个自己的有的时候安全会觉得没有保障 不过呢正当防卫虽然美国的法律里面 其实世界各国的法律基本上都承认这个所谓正当防卫 只不过确实正如您说的正当防卫把握这个度非常困难 所以不论是警方还是我们律师的建议 就是尽量不要使你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地 我刚才提到了比如说你如果是女性朋友 那你晚上那你似乎在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你尽量的不要去 这个在如果你确实要下晚班的话 那你可能尽量的结伴而行 这个现在其实像我们有很多学校 他都提供这种这种警察 或者是类似于像这个疫警的这个护送这个学生回去 那么只有在你完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那么你可可能可以选择正当防卫 但正当防卫这个度确实非常难以把握 他的法律其实本身并不难理解 各个州的情况略有不同 但是大意就是当你自己的生命 就是当别人用致命的武器攻击 并且你感受到自己就是他的这个武器 比如说他拿着枪拿着刀 那么如果你不进行同样的这个暴力的这种反抗 那么你就有可能失去生命 或者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的时候 你这时候当然可以使用所谓正当防卫权 但是每当这个正当防卫发生以后 那么你也知道你确实在之后会有可能 第一呢你可能正当防卫过当 或者是你使用了这个对正当防卫的这个法律 这个理解不够 那么或者是说这个当地 那么在某一个情况下 他可能这个因为最终的这个判决 很多的时候是因为陪审团来认定这个事情 那么你究竟是过当还是不当 那么你确实会经历一些非常让你不愉快的 本来你已经遭受到了攻击 甚至可能是人命也受到了威胁 那然后你还要经历这种不愉快的法律的过程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以这个预防永远是最好 那么这个正当防卫的权利当然是你的权利 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尽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不要使用 而是要把这个执法的权利最好是交给警察 那在您看来也是就是请您总结一下 您刚刚说了这些诸多非常详细的 包括法律的条文和这个提前准备的一些预案方面 如果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tips的话 您觉得有哪些是必须要记住和和这个掌握的一些 在这个应对这样的这个歧视犯罪 或者是这种仇恨暴力事件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第一呢非常强调 就是今天看完咱们今天这个节目以后 那大家不妨就想一想 就当它发生了一场地震 我们现在别的地方地震了 我们想想想我们家里的急救包什么在哪 今天我们看完我们节目以后 想想把一些这个几个场景可以想想 比如说您今天讲得非常好 这究竟像老太太遇到这个场景 那我会怎么样 那么这个如果是亚特兰大那个枪击案 如果遇到那个场景 我会怎么样 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可能之前没想到 那如果发生了会怎么样 我觉得之前有一个预案呢 那会这是我今天非常强调的一点 就是你不能临时去想这件事 而是看完今天的节目你就去想一想 这是第一 第二呢那当然一些这个在非常时期保护自己的措施 那恐怕要尽量的 比如说你是女性 我觉得你单身的这个晚上 你这个在外面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点 比如说你家里面这个这个有老人 那你平时你可能要多提醒他 你去上班了 那很多的这个这个入室的抢劫 是发生在上班期间 那么老人们那平时应该怎么样 注意是不是门窗需要关好 你们家是不是有警民 现在你是不是需要装一个ring的system 使得你在家里面也能看到 你在工作的时候也能看到家里面发生的情况 同时呢第三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家最近的警察局在哪里 也许你今天看完节目以后 某一天路过的时候可以认识一下 比如说哪一天你下班的时候 这个你一直觉得有个很奇怪的人跟着你 那你跟着你 你是把这个车子开回到你的车库 把人带到你家去呢 还是说你自动设置了那个警察局在哪里 就直接把车开到警察局去了 等等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每当发生这种不幸的事件以后 那么我们一方面挨到自己同胞 但是同时我们也想想 如果我遇到这件事 我应该怎么样处置 那当然其他的一些安全的措施 比如说如果你要决定买枪 那你肯定不能说平时不训练临时就用 那一定是只能害到你自己 不能帮到你 如果说你之前还没有 家里还没有这些这个警铃的设备 那你应该现在可以考虑把它装一装 或者是说你家里没有这个不讲中文 不讲英文的老人啊 什么新移民 那你似乎也是身上可以给他放个小条子 因为这个一句话两句话 什么Chinese啊 什么这个under attack等等 这些东西我觉得不难学的嘛 那这既然在美国了 这三五句话 有的时候也许可以救命 那当然就是如果不幸真发在你身上 在你安全的情况下 你尽可能的配合警方 帮警方了解这些犯罪分子的情况 特征啊 车牌号啊 使用的武器啊 人数啊等等 在你安全的情况下 你得到这方面信息越多 那你对警方的帮助也就越大